海洋里的该溜子 无所事事整天顶人玩 顶着杀人精的名号 却从没在野外伤人 这就是虎精 一种让人又爱又恨的生物 虎精属于海豚科虎精鼠 是一种海洋中的大型哺乳类动物 由于分布范围极广 从赤道到两极 从前海到深海都有虎精的身影 因此世界各地的虎精也大多入乡随所 表现出了许多不同的实性 外形也会有些微的差别 但并没有达到成为一个亚种的地步 所以目前虎精鼠内仅有虎精一种动物 并且不光是世界各地的虎精有差异 同一个地点的雌性和雄性虎精也有差异 主要就体现在背棋和体型之上 雄性的背棋高大 可以达到一米以上的长度 雌性背棋比较矮 形状微微向后弯曲 高度在70厘米以下 并且雄性的体型普遍比雌性大 它们在海洋中属于食物链顶端的存在 习惯捕食各类鱼或哺乳类动物 甚至是海龟它们也会吃 而一些地狱特有会渡海游泳 来寻找猎物的陆地动物 也是虎精们的食物 它们可以说是海洋里最聪明的动物之一 但它们的聪明大多只体现在吃和玩上 虎精除了会捕猎各种小型动物外 也会捕猎鲨鱼这种通行 这个时候一对一单天显然是不明智的 于是便会呼唤朋友打车轮战 轮流从侧面撞击鲨鱼 直到鲨鱼被撞晕过去之后还没完 为了防止猎物突然醒过来前功尽弃 虎精还会把昏厥的鲨鱼翻转一圈 使它肚皮朝上 当猎物们窒息死亡之后 才是虎精们开餐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虎精 却因为一只同类而背上杀人精的绰号 这之中发生了什么 又是什么导致野外从未伤人的虎精 背上这个骂名呢 我们接着看 不安逸巧从没有调皮的虎精 因为一只同类而背上了杀人精的骂名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一切要从一只叫伊里库姆的虎精说起 1983年11月的一天 一只两岁的雄秀虎精在冰岛附近被捕获 并运送到冰岛本地的海洋馆饲养 这在当时其实是稀宗平常的一件事 那个时候全世界都盛行动物表演 美国也不例外 在海洋世界的人看上这头虎精之后 便将它买下来 运送到美国并起名 提里库姆 没人想得到 这只虎精日后会给海洋世界带来什么样的灾难 年仅三岁的提里库姆在到达海洋世界之后 除了进行日常的表演之外 也会被采集精子 用于人工繁育 到了今天 海洋世界里让有54%的虎精 是提里库姆的后代 在当时的海洋公园里 虎精表演是最受欢迎的项目 看着数吨的巨收在水池里游荡 又跃上天空 或是跳上专门的平台 甚至是虎精们记性的调皮捣蛋 那些湿淋淋的观众们 似乎也能从中获得无穷的乐趣 而作为到现在为止 也是最大体型的虎精 提里库姆也是表演中的王牌 但一切并没有很顺利 起初的训练时 提里库姆和两只雌性年长虎精一起训练 我们知道虎精是群居型动物 在这里提里库姆遭到了两只年长虎精的虐待 甚至逼怕它进入一个非常小的医疗池 这就相当于把孩子塞进了一个行李箱一样 而且他们日常生活的环境 对于生活在野外的提里库姆来说 显得过于狭小 虎精们如此庞大的身躯 就是为了进行长距离的运动而存在 但在海洋公园的水池之中 他们能活动的范围 甚至不如日常的万分之一 再如此狭小的区域生活 也可能是导致提里库姆出现反常的原因之一 其实很早之前就有征兆 比如它会啃食金属门 或者水池变得混凝土 但当时人们只是觉得 这是它的小癖好 没人在意 直到1991年的一天 凯尔蒂是一名水族馆的训手师 21岁的他在加拿大太平洋主题公园 担任虎精的训练时 在这里提里库姆 以及另外两头虎精搭档进行表演 2月20日 凯尔蒂在日常指挥表演的时候 失足掉卷水里 当时没人认为在这之后会发生意外 直到提里库姆咬着凯尔蒂的脚 不停地在水里游动 并阻止凯尔蒂浮上水面 凯尔蒂在水中失去意识 这三只虎精依旧在阻挠救援 直到一张大网把他们四个一起捞了上来 但此事已经太迟了 一年后 该公园被宣布关闭 提里库姆被转移到美国本土的海洋世界里 继续进行虎精表演 1999年7月6日的夜里 空无一人的海洋世界主题公园里 一名叫丹尼尔的刘良汉先生 直到7月7日的早上 他才被人从提里库姆的背上发现 死因是溺水 但失减结果显示 他身上的伤并不是普通的溺水这么简单 很快这件事就像没发生过一样 公园照常开放 提里库姆也像没事一样照常演出 最后时间来到了2010年的2月24日 当晚一名叫布兰乔的训终师 正在和提里库姆一同表演 忽然提里库姆拽住了布兰乔的马尾边 把他拽下了池子 并不停地撕扯他 直到近一个小时之后 人们才把布兰乔从提里库姆的嘴里抢出来 由于这件事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 引起了宣言大波 提里库姆之前造成的良极死亡也被挖了出来 一时成了新闻 从这之后 提里库姆以及他的虎精表演就遭到了打压 并逐渐衰落 最终在2017年1月6日 提里库姆终获自由 去往他向往一者的大海之中 享年36岁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各位观众老爷们对虎精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